建议一次食用小龙虾不超过10只 这小龙虾又上热搜了 5月8号根据新京报的报道 江苏陕西等地的疾控发布了 注意哈夫病的预防中提到 建议一次食用小龙虾不超过10只 相关的话题冲上热搜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都不够塞牙缝的呀 那哈夫病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近年来在江苏、安徽、湖北等地都出现了数例 因食用小龙虾而导致的病例 除了吃小龙虾、吃海鱼、淡水鱼都出现过类似的案例 5月7号上海网络批要称无需谈虾色变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、上海疾控等专业机构 都公开表示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 这也不是说就能敞开吃了 大家在选购时最好购买正规渠道的小龙虾 外出就餐时选择有食品经营许可的店铺 易过敏的人群以及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 还是要谨慎使用 吃的时候烧熟煮透 虽然好吃爱吃 你不要贪吃 啥东西吃多了那都不行